随着全球疫情日趋严重 国内发生一些零星的散发的病例 也是我们常态化防控当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如果要完全避免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把这种聚集性的散发的事件减少 这些措施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我们把常态化防控措施 要落实落细落地 这些措施落实落细落地的话 就能够减少它的发生 第二个加大监测检测的力度 一旦发现污染 一旦发现有人感染的话 就第一时间能够给它发现出来 第三的话 就是一旦出现零星病例 就很快组织措施 把疫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以内 那么还有随着高风险人群的识别 那么应急性的疫苗应用 也可以预防类似的这个现象的发生 那么这一系列的措施 能够帮助减少这个零星病例 聚集性这个疫情的发生